雷神师的导演可能是个神经病 漫威时要开启全新的神话宇宙了吗 连宙师都出现了 这是什么情况呀 雷神还一不小心把宙师给干掉了 不对劲啊老天 这个肥老爷子就是宙师啊 不应该啊 难道是天庭的伙食太好了吗 还是说受到了胖神的影响 一二三四再来一次 这一次雷神一群人来到了万神殿 向宙师提了一个问题 宙师大哥有个暗影杀人魔 他有一把黑死剑到处杀神 我都差点被他给杀了 你能帮帮我们吗 然后这个穿胖胖裙的北胖周四表示 那个黑死剑呀 拥有图神的能力 会是神的呀 我可不敢冒险 要去你自己去干我P-Star 两边谈不拢于是开吹 不是吧阿萨尔 雷神就这么干掉了众神之父周四啊 你这北欧神话的神 居然长着希腊神话的神 电影个人主义的时候终于来了 雷神差点被暗影魔砍死 最终女雷神赶来救场 牺牲了自己拯救了世界 啊对对对 又又又又一次拯救了世界 美国电影嘛 都是这个露宿 剧情不咋地 但是特效确实不错 最后雷神收了个干女儿 凑成了组合爱与雷霆 下期视频深度解析 与雷神是如何获得雷神之力的 马上回来